重機車引擎發出吼吼聲響 騎車把車從車庫牽出來 隔壁鄰居突然大聲飆罵 不只罵還從家裡衝出來 瞬間加速舉起右手 往騎車頭部一掌重重 扒下去騎士當場認住 聽到外面激烈爭吵聲 騎士父親打赤膊 手拿木棍走出來 保護兒子當場報警 你要告的話 就是說那個接受器 不接受器 然後聽到他 警方獲報前往排解糾紛 一問才知道 原來是住戶長期不合 頭部的頓傷 因為還好我當時 是有戴著安全帽 滿大力的 我直接當下很錯 八頭衝突發生在高雄人物區 透天錯社區 兩戶人家多年來 因為嬌花 影響聲 養寵物和重機等等糾紛 引爆積怨 一發十幾分 那個氣流會有多難穩嗎 所以我忍不住了 不到兩分鐘我就要出門了 他就衝出來 天晚上應該就會去提告 不滿重機引擎聲 鄰居翻臉衝出去 狠狠巴頭 騎士硬碗商準備提告 但打人鄰居更質疑 騎士父親拿木棍出來 也不對 雙方都很堅持 這樣透過司法理性對錯 記得宋美城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們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